一名部落女孩捧起一把河水喝了下去 这条是部落的生命之河 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依靠 可没多久后女孩就突然出现意识模糊晕了过去 女孩口中不断吐出白色泡沫 母亲在一旁无助地哭泣 她不明白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为什么会突然生病 先知用部落秘方滴到女孩口中 可是依旧毫无效果 一旁的哥哥满脸焦急 先知又拿起一根树棍在女孩身上来回做法 最后她得出了结论 族人马上抬来担架 准备在太阳落山之前完成陷阱 此时哥哥站了出来 他认为妹妹根本不是受到诅咒 如果和神想诅咒他们 他完全可以淹没村庄并摧毁她 根本不需要小孩限为纪舞 他不顾族人的阻拦 强行把妹妹带离村子 在他们的守护图腾下 哥哥用力摩擦着手掌为妹妹取暖 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令妹妹醒过来 他无助地朝徒腾怒吼 这时远处突然传闻了 传来一阵马达声 只见一名身穿现代服装的女人 开着小船靠到了岸边 哥哥拉起满宫严阵以待 要知道这个部落是受到保护的地区 他们几乎不与外界交流 陌生人根本不可能找到诊 女人的眼神看向地上的女孩 他跟哥哥解释 他是来帮助他们的 见哥哥有所松动 女人刚想上街 却被哥哥一箭挡住去路 随后女人从背包取出一盒药物 解释这盒药可以帮助女孩 哥哥一把抢过药物 确认没有危险后 把她扔回了给女人 经过一番检查后 女人取出针水准备给女孩打一针 没见过世面的哥哥 立即紧张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 女人先给自己来了一针 见女人安然无恙 哥哥才同意女人给妹妹打针 几分钟后 妹妹已经能开口说话 哥哥满脸欣喜 女人告诉哥哥 要想妹妹完全康复 还需要送到丛林之外的医院里 去治疗休养 哥哥把这个奇迹带回到部落 酋长却怒斥哥哥 不应该把外来者带到丛林 他深知现代人的贪婪 如果没有利益 他们是不可能到丛林来帮助他们的 女人向酋长解释 因为上流工厂排放有害物质 他们的生命之河 已经受到严重污染 如果河流没有被清理干净 整个部落都会像女孩一样生病 如果酋长同意 他会让人进来清理河流 但酋长却一口拒绝了 女人在临走时给哥哥递了一张名片 告诉他如果想拯救部落就联系他 哥哥不知道的是 这条河其实是被人故意污染的 因为这块土地下有着宝贵的矿产资源 而这女人其实也是被人利用 这条河其实是被人利用的